今天的天气还不错 我现在在学芝桥下 就紧挨着西土城地铁站 今天咱们去哪呢 如果有做IT的 做项目的 应该知道 这个往前走 就是芝春路了 这边有几栋主要的高楼 这边基本都是航空航天大学的 那边是航空航天大学 这边有一个什么 制真的这么一个商务楼 这边我看了一下 这边的商务楼 入住率都还是挺高的 行咱们往芝春路那个方向走一走吧 你要从这个学芝桥往北 就是学圆路 蔡王北就各种有名的大学 是不是还要医院 北医三院也在这附近 这边这栋楼是大腾电信的 然后这栋楼是谁都不知道 但这栋楼反正是空的 这边就好很多了 这边入住率都特别高 就是怎么说呢 因为那块有一个楼是航天航空航天大学的 就我是个人认为啊 就这边楼多少都会有点补助的 因为你挨着国有的这种 对吧 多少都会有些补助 这块是西土城的地铁站 然后你要说这个芝春路上 这个小区 芝春路二号院啊 你别看它是老破小 但它的房贷在这附近 属于中等偏上的 大概要十万左右 即便在今天也要十万左右 这块就是 智珍那栋商务写字楼了 其实咱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那个智珍叫什么 智珍啊 这智珍大厦 北航的 然后那个北京航空大田那栋楼也是 都是啊 这两栋楼 入住率都挺高的 我从这儿能看到 不像咱们去的其他地方 乱七八糟 中午这个点人还可以 然后它这里面实际上就有点像园区 你们知道吗 就是很多北京的商务楼 它不会一个硬兔兔商务楼 它多半都会有一些配套 类似于有些有些那种园林配套啊 或者或者学校的一部分的那种配套 然后呢 你像这样的楼上 我刚才也看一下 都是什么体验 就是你咱们有IT企业 但是绝对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然后还有好多那个 做一些叫什么金融 还有些商务的 那比较多 还有律师事务所 然后就是传统的IT那些 我感觉比以前少了 但是你要说好多IT都迁到上地去了 这也是事实啊 看前面这个楼 就这栋楼造型的 这就是航空航空天大学了 它有一些学院就在这个楼里面 然后还有好多实验室也在这个楼里 咱看一看北航的这个楼 你们看了吗 它也有这个空置的不多 忽略还是挺高的 所以说北航这种楼 真的算是这整个这个 这个芝春路区域的老大 No.1 你像这个楼里基本都是中小企业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格局就能看到企业 这是指针大厦模型 一个是指针大厦 一个是刚才logo上贴着那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这张还没贴logo 你看它这个类似于园林设计的 你们看到了吗 它这底下像个小的生态公园 所以说这个大厦在北京还是挺有名的 而且还有很多大学生在这里 好多人跟这歇着是吧 紫光集团也在里边 行咱转圈走吧 接着看芝春路吧 芝春路也并不光这一栋楼 对吧 咱从这指针大厦出来了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以前在指针大厦工作过 但是我想如果你是做IT的话 至少你会听说过 还有一个有名的就是锦丘 锦丘大厦 它在锦丘家园里 你看锦丘的生意就不是很好 有空置是吧 但是总体而言 像这种空置 有个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空置 就它的物业是能运营的 就是能有利润的 不会说倒闭 但你说五成以下就真的是难了 然后 对 锦丘家园的房价 锦丘家园房价大概十二万左右吧 你们没听错啊 因为枝春路这个地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来说高科技和一些包括这种政府的研究院什么的 在的地方啊 它真的它本身的房价的贵 在海淀区的学校配套都很好 如果有知道这锦丘大厦的应该也知道里面也都是以前是游戏公司多 但现在变成什么了 变成做那种传感器企业或者硬件的企业多一些了 跟以前就不太一样 说实话你要说18年之前 这块也有做这种传感器做硬件做设备的 但是更多的是做什么做软件 现在咱国家这个软件不太被看好啊 都都在努力供硬件 必定是同美各种封锁嘛 所以你搞软件搞软件的现在不行了 搞硬件的现在又又来劲了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发展方向 而且说句实话 如果你非说游戏这类的软件的话 腾讯网易就基本都被那么几大 对吧 几大巨头 给玩成垄断了 对吧 你现在玩的游戏不就是那几家的吗 没有别的品牌啊 那前面锦丘国际的前厅啊 咱们可以大概看一下 住住率还是可以的 我以前有朋友在这里上班 你知道他们搞什么了吗 他们搞那种雷达就是 什么雷达呢 就是类似于 就是自动驾驶用的那种雷达 他们就有个小车 像是小孩推手那种小车当测试车 然后马达也是电动的 然后把雷达绑在上面 那个小车就可以在类似于园区一类啊 做什么警戒啊 就是比如巡视园区之类的工作啊 能代替一部分人力 你知道你就不用保安了对不对 智能机器人就能帮你巡视园区了 这边指着西土城地铁站 你往那边走五百米 就支冲率就地铁站了 这边的房价普遍都在十万左右 好像是这个支冲路十七号院 他们家最便宜 能便宜多少呢 也得好像是九万多吧 我也记不清了啊 你们也可以自己查查 就这附近啊 就是这这几栋高层 特别便宜 就这边的这几栋建筑 你看底箱全是餐饮的 上面其实也是给科技企业用的 这块应该也是政府的那个 头的类似于科创园区之类的 那前面有那个标牌 一会咱们可以看看 应该是中关村什么什么什么 创业园之类的吧 这块还有一阵啊 这个说十七号院便宜 也是有原因的 这墙体看着不那么拙是啊 如果有感兴趣的话 记住支春路十七号院 这个地儿是这个支春路附近 房价最便宜的地方 如果有想上学或者 非要买的话可以来参考一下 因为它是最便宜的 所以你为了学位的话问题并不大 这是中关村人工智能创业基地 上面是创业基地 我看了好像京东方在上面 下面一堆 一堆这种底下的商业 可以不拒绝 现在创业风险很大 我只能说 投资创业需谨慎 这个创业园吧 这下面有个Manner咖啡 又到了这个登自行车的时段了 这个前面支春路 如果你往南走的话 就是西市门了 这等于就是 这个十三号地铁线的起点了 然后这个线路 如果你往北走的话 就能到上帝 什么到歇尔齐 对吧 然后最后呢 能绕到东之门去 就是它的终点 咱们从这个底下一出来 应该就能看看微软了 反正微软也不在了 就看看微软的遗迹吧 因为我是做技术的 如果有熟悉微软的朋友 看到这个楼应该很 怀念吧 微软已经搬走了 咱们 也就是在外面看一看 如果你们还知道微软的话 那么那个时代 同样在这儿的领航 这个领航大厦 还有这边这个 天丽大厦 哎呦 这两个大厦现在就是 就不那么好吧 对吧 不那么好 咱说实话 这个 这个支撑路西侧的生态 就明显的没有东侧的生态好 唉 就是之前他们不是迷信说吗 说翠公 哎 聊到翠公饭店了 老北京啊 老北京 翠公饭店 你们一定知道 现在变成那个京都 京东了 京东的一个科技楼了 以前的翠公饭店多棒 大概是一 三年左右吧 我还来来过这儿 一二年一三年的时候 就是翠公饭店 现在这中国航店的这栋楼 你们看到这种楼也荒废了 但是京东来了之后 京东还不错啊 就好多人说 因为原来翠公饭店是海淀国资的嘛 就是他们说京东买了之后 就 就风水就被京东占了 然后 京东现在发生的很好啊 然后导致周边你像什么 航天的这些 喜怨啊 还有那边那个领航 就是生意就都变得不太好 这个迷信啊 这迷信咱必须得说 迷信就是迷信 因为你京东发展 它也可以国家上税嘛 对吧 这东西就看你怎么想了啊 这边还有一个楼 这个楼 哇 这楼我认识啊 这楼我以前好像跟这干过活啊 我以前坐外包的时候来过这 这个楼边上 就是中航 中航的摇杆大楼 刚才我也跟你说了 好像是已经人去楼空了 停车场也没有 然后就这栋楼 我以前是好像在这外做过外包 干了几天吧 当时是个什么公司 是个软件公司 也是做展览展示的 那块不叫香月堂 以前叫百万庄园 就是百万庄园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知道 这都得老北京才能知道的 都是我小时候 卖汉堡包的那些 饭馆 当时百万庄园也有这种西餐啊 但现在早就消失了 当时我在七层 不知道还是不是原来公司 反正也是做科技的 这叫卫星大厦 哎 好怀念 咱就不上了 之前那公司名 反正不是叫这个 但那公司做什么呢 做互动的 它等于就是 你们知道吗 如果做机员知道 咱们国家好多软件 就是起步 都是用国外的开源代码 起步的 你比如人脸识别 那家公司最大的优势 就是在2011 2013年的时候 就是用这种开源的人脸识别 然后做了那个电视机 它叫什么智慧屏啊 就那个时候捞了一些钱 但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因为像这种技术 说实话 你开源的技术 人人都能做 你只要有程序员就行嘛 对吧 你像现在说实话 大家都 你说有什么专业技术吗 我感觉除了华为以外 好好干事的也没有谁了 京东在这边肯定算得上是纳税大货 原来这个翠公饭店 你看这个造型 跟原来翠公饭店是一模一样的 这京东几乎没变 当时就有做风水的人说嘛 说这个翠公饭店能震住整个这个 芝春路这个区域 就看起来确实没错 京东现在的发展和他当时 他买了这栋楼之后发展是不是迅速迅猛了 迷信的东西买了不 咱也不应该信 但有的时候 真是啊 但你看领航啊 还有什么 这些楼就凋零了 跟它有没有关系 这咱不知道 但真的是 迷信你还不能不全信 对吧 行 今天在枝春路走了一圈 基本就是这边这个西哥马 以前的微软 西哥马大厦 还有这个天丽大厦 差点意思 因为这现在都这个情况了 然后 但是说实话啊 只要过了那个 这个枝春路地下站的东侧啊 基本都还不错 是不是该去中关村看看 现在就在 以前的翠公饭店楼下啊 就是京东下面啊 中午就吃这个了